不是说我们要了解它 了解它的这个background 因为灵恩派跟方言 在基督徒的这个community里头 常常造成confusion 又造成一些争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试着去追求说 知道是什么回事 那我是在这方面有思考过 也是去做一些基本的研究过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 那我看到的我也只能从圣经来解释 跟圣经不合的我都不能讲 没有圣经依据的我也不能讲 我讲的话我会告诉你说 这是我看到的 没有圣经的back up 所以谈到派 灵恩派基本上跟福音派 等于是说两个派 那当然这个 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 一谈到派的话就难免说 要提到人了 因为这个派都是从人来的 这个派那个派都是从人来的 不是说结党结派 但是也是从人来的是说 我跟他不一样 他的 他的重点跟我的重点不一样 我们不能说灵恩派一直在指责福音派 福音派在指责灵恩派 没有这回事 只是说灵恩派的重点跟福音派的重点 是不一样的 那一有重点的话 很明显的很自然的就是 以偏概全了 灵恩派 以灵恩为主 有以偏概全 那福音派以福音为主 也是以偏概全 所以很明显的福音派 缺了灵恩派的重点 灵恩派缺了福音派的重点 所以一个教会不应当有派 一个教会就应当说 只有一个完全的 以真理做依据的圣经 所以每个教会 应当是叫圣经派教会 不讲圣经的就不算教会 那灵恩派最重要 当然完全以圣灵为根本 万一先以圣灵为根本 而它的好处也是 以圣灵为根本 那福音派的缺点 就是常常不提圣灵 都是人的脑子 人的智慧 那再加上那个 神圣的教导的话 很多都是以知识为主 以academic学术为主 那有的时候缺乏 这个对圣灵的重视 所以我们先讲圣灵的功用 因为圣灵的功用 不搞清楚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灵恩派 到底是对还是错 不知道这个福音派 是缺了哪些事 圣灵的功用 圣经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保慧师就是康斯文 就是说我们出了问题 他会知道我们 他会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家庭老师 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一个家庭老师 但是很可惜 我们不知道 有家庭老师 我们不知道怎么听家庭老师的声音 我们不知道家庭老师要跟我们讲什么 这个家庭老师呢 要永远与你们存在 永远就是从现在到永远 从现在到永远 也就是说家庭老师住进来了 就不离开了 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 常与你们同在 住在你们里面 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圣灵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的 圣灵是在我们灵里面 我们有一个家庭老师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不只是知道过去 不知道现在 也是知道将来 不只是知道这个世间的道理 最重要是他知道属灵的真理 属灵的智慧 宝慧是就是 复应我的名所参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将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有两个重要的地方 他住在我们里面 好几个重要的地方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永远永远在 那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我们 而且他将主耶稣讲的所有 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 他要告诉我们 然后圣灵又讲的 情欲 情欲这个字 其实上 英文是翻译成罪信 就是罪信和圣灵相争 所以罪信和圣灵 是完全相对比 圣灵和罪信相争 这两个彼此相敌 根本就在打仗的 所以我们一个人 假如说接受了圣灵的指导 就离开了罪信的影响 如果我们 注视在罪信上面 那就远离了圣灵 所以这两个是水火不容 黑白分明的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一下 因为圣灵就是制造律法 圣灵就是定属灵律法的 所以他当然不再律法一下 他是制造律法的 不用再律法一下 这个圣灵跟这个情欲的事 就是罪信的事 都是显而易见 什么是罪信的事情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切 违反神荣耀的事情 都是罪信造成的事情 所有人间可以想象到的坏事情 基本上都是罪信出来 跟圣灵完全不一样 圣灵节的果子 我们叫结果结果什么意思 结果 中国人讲结果结果 就是说所结的果子 这叫结果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 仁爱 Love 喜乐 Joy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一定没有律法禁止 为什么 因为是圣灵节的果子 圣灵是律法的创造者 那他结的果子怎么可能违反律法 一定不可能违反律法 所以这个结果很重要 结果是说 你种下了种子 精心的栽培 结出了果子叫结果 英文叫result 但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result不是purpose result不是purpose result是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些journey 一些process 然后结束了这样的过程 那本身不是目的 就像 有一个 假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人很努力的上班做事 然后做了很成功 建立了公司 然后他有很多钱 那这个有很多钱是他努力 奋斗 为一个公司摆上 为众人所摆上的 结果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很多钱 目的不是很多钱 所以别人看到很多钱就说 我们要赚钱 看他日子过得多好 其实这个目的跟果子是两回事 结果不是目的 目的不是结果 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 因为这就跟灵恩派 有些灵恩派 我不能说全部灵恩派 有些灵恩派的问题所在 圣灵的功用 他既来了 就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个自己责备自己 我昨天再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翻译其实不是很好 也可以说自己责备自己 可是最重要是说 圣灵在责备 世人跟世界 OK 圣灵为罪 为义为审判 在责备 在定罪这个世人跟世界 为罪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不合乎神的荣耀 神造我们原来是要一个 造一个完美的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有罪性 欠缺神的荣耀 所以他会责备我 所以我们基督徒才会 认罪悔改 如果没有人责备我 我们怎么有 不可能认罪悔改 然后自己责备自己呢 这个 也是翻译没有错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 另外一个人 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错错错错 你不应当这个样子 你自己应当悔改 你自己应当羞愧 所以呢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 为义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在全圣的过程中 圣灵不停地提醒我们说 这样不对 你要更合乎神的标准 要更美 更善 这是为义 那为审判就是当这个世界 这个他上面讲的很简单 就是审判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往受到审判 就是撒旦要被圣灵审判 OK 撒旦要被圣灵审判 那我们跟圣灵同在 我们就是要去审判撒旦 我们要去攻击撒旦 不然撒旦就攻击我们 所以这个 基督徒属灵的journal里头 是有个永远存在的敌人 在事业上一直会存在的敌人 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不叫永远就是撒旦 在这世界上 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 要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有圣经讲的话 是一切的真理 超过圣经以外就不提了 因为所有真理就在圣经里头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还是他把听见的都说出来 所以圣灵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要解释一些真理给我们听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在那边讲 他是跟主耶稣跟天父在一起的时候 听到了很多 全部这些天父跟主耶稣对真理的这个解释 他听到他来把他说出来 而且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 所以光神国将来的事 我们将来的事他要告诉你 为了什么目的 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 荣耀这个神的儿子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们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 所以主耶稣跟这个天父是完全结合一体的 神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权柄 所有的智慧 都是主耶稣的 所以他要将授予我 这个授予能发生属于我的 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要把主耶稣一切有关的事情 他的荣美 他的权柄 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他的永恒的掌握 这个都要告诉你 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说for your information for your reference 告诉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你要做主耶稣的门徒 承受主耶稣一切所有 所以他是有个目的的 那我们在这个事业上 短短的年月里头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尽量接近主耶稣基督 做耶稣的门徒 承受主耶稣一切所有 因为我们能够承受他所有 就是承受神要给我们一切 这就是最完美 也在永恒的国度里头 我们得到很大的产业 这是圣灵的功用 所以圣灵要我们认识真理 追求真理 圣灵要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 圣灵要我们荣耀主耶稣 彰显他的荣美 圣灵帮助我们称义 圣灵要帮助我们成圣 圣灵要使我们复活 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圣灵要带领我们走过 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圣灵要帮我们 击退撒旦的攻击 圣灵要给我们侍奉神 扩张神国的能力 圣灵带领我们 侍奉神的道路与方向 这个是圣经讲的 清清楚楚 然后圣灵在我们里头 工作的时候 到会就会给我们 一个圣灵的果子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没有讲一句话 圣灵的目的是 要让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没有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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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果子不是目的 那是果子不是目的 目的全部是为了荣耀 荣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圣 这个是目的 所以那个Rigwarren那本书里 讲得很好 It's all about God 全部都是为了神 不要讲你自己 全部都为了神 你如果为了神 你就有自己 你如果为了自己 你就没有神 你就全部都失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愿意死掉 你就活出来 你把生命舍去 就得到生命 我先要去加油 对啊 我先去加油 先吃饱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你要失去 你才能得到 你要死去 你才能活过来 你觉得你自己不行 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荣耀 你如果把质疑放在中心里头 其他都 都出问题了 那灵恩派 有些灵恩派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为了我得到那样 平安喜乐的感觉 好舒服 好爽 好快乐 这个是把结果当作目的 好 那他的方向就错掉 方向错掉 到最后果子也会不见 好 这个是有些灵恩派的问题 好 那福音派就不一样 福音派很清楚 就是为神的荣耀 为传福音 为建立神的国度 但是福音派就忘记 有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 凭着知识 凭着哲学的道理 凭着学问 凭着这个学术上的成就 凭着我这个神学博士 神学博士硕士 凭着这个 我可以建立神的国度 这是完全错误 好 完全错误 只有圣灵 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神的国度 荣耀神 我们自己完全不行 好 所以这是福音派 跟这个灵恩派 两个balance 好 我想讲到这里 请三个老师也分享一下 那我们请 李牧师先分享 谢谢蒋明 他这样的 的确他指出来的是 这个 灵恩派我们 的确是用这种理性 这样的思考 就好像讲帝兄刚刚这样讲的 这个是 灵恩派我的认识 然后我跟他的接触 跟他们的一起的话 他们这个完全 立刻都会跳过去 他就很实际的 然后就会讲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能力 这个能力的彰显 所以这个 他的确就是 立刻就是 这些其实 对他们而言 这些是 然后不过就是 他就是立刻的实践 然后你怎么样知道 圣灵的充满 然后那个充满 当然我知道 讲帝兄他还会再多讲 然后你有没有他的同在 他的能力 那我等一下他也会再讲 所以的确的 我们是很注重 这个思考 然后理性的 他们是 的确是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强调的就是 那个实践跟那个经历 所以这个 好 那我就听在这里 谢谢蒋亦明老师 给我们非常中肯的开始 给我们很 全方位的了解 我非常的认同 觉得 的确我们教会里面的 各样的派别 是人所造出来的 因为每一个派别都有 他们特别怎么去敬拜神 经历神 服侍神的一个着重点 可是最重要其实呢 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蒋云老师也开始给我们的 讲解了 就是神的话语 是唯一我们的权威 神的话语 然后神的灵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很 注意到头脑上 对圣经的知识 没有很看重 神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礼物 耶稣给我们 他要离开就把 圣灵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感恩每天 每时刻我常常所分享 跟经历到的 一定要有圣灵同在 也是前一阵子 蒋云老师给我们分享到 灵魂体各方面的重要性 我下礼拜也会讲到 怎么去照顾我们的灵魂体 怎么去管理我们 美满家庭的经历管理 就是要怎么去照顾我们的灵魂体 怎么去做 怎么去实践 所以神的话语 神的灵 然后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 我们特别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说我们尊荣 我们的家里面的父亲 我们也更尊荣 我们天上的父亲 所以是全方位的 从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 不要因为我们是属于某一个派别 就看中某一些 就忽略了某一些 所以刚刚 甲民老师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介绍 我很认同 然后也希望我们继续的 往后成长 都是全方位的 都看中到神给我们的话语 圣灵 三位一体 在我们圣灵当中 每天的出现跟介入 不要把自己 放在某一个盒子里面 我是这个派 我是哪一个派 更重要的是 神的 神的这一个派 就是三位一体 神圣经里面的派 这很注意 圣经派 对 好的 谢谢贾明老师 好 林兰老师 我真的 我这个摄像头不好用了 今天怎么都打不开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 应该 声音可以吗 声音可以 很清楚 应该可以 那我就 我就这样讲了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圣父 圣子 圣灵 天父 创造宇宙万物 我们好理解 耶稣基督也来过 世上定在十字架 我们也好理解 唯独圣灵 是看不见 摸不见 是最让我们觉得 摸不到的一个 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 但是呢 就是思考 圣灵呢 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不同的派 就是 灵恩派 可能就是在圣灵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是一体的 互相交融在一起 互相合一在一起 好像我们常常 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 家庭关系 就是我们比喻成 父子 圣灵的这个 这个合一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有 天父 创造我们的形象 所以呢 当我们 当我自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我思考天父的时候 我会想到 圣子和圣灵 当我想到 圣子的时候 基督耶稣 我会想到 天父和圣灵 当我想到 圣灵的时候 我知道 天父和基督 跟圣灵 他们是一体 不分开的 所以如果我们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 观念上 先兼顾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再来 思考圣灵的 这个功用 或者是圣灵 他的这个 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生命 带来的这些 看顾果效 你会发现 如果你从圣灵 如果把这个 三个圣父圣子 圣灵放在一起 去思考的话 他们的功用 是一样 他们的目的 也是一样 救赎的目的 建造我们生命的目的 包括恢复神 创造我们 这个形象的目的 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圣灵的工作 也是如此 好像刚才 蒋明老师讲 就说圣经里 他就不矛盾 不会矛盾 圣灵是我们摸不着 但是从真理 从圣经上来看 圣父圣子 圣灵的工作 是不矛盾的 所以圣灵虽然 让我们摸不到 那圣经当然 也有一些 比如说 在旧约当中 好像我们常说 这个神的灵 好像到 在扫罗的身上 又离开 那到新约的时候 圣灵的工作 在使徒行传里 确实是我们看到 很多人就把 使徒行传 叫做圣灵行传 所以我觉得 这是神让我们 在圣经当中 对圣灵有一个 非常真切的认识 而且是符合 圣经的认识 那我们的人 为什么对圣灵的认识 会有一些 不一样 或者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我想就是 我们的理解 永远 不论是对圣父圣子 今天我们谈圣灵 就是说 我们对神的认识 永远是有缺陷的 就是永远 没有办法达到神 想让我们认识 这样 因为我们会缺了 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 对圣灵的认识 这个过程当中 会存在疑虑 会不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对圣灵降临 或者是他们 在这个信仰上的表达 有所 有偏颇 我们会觉得 只能说他有偏颇 我们不能说 领恩派是错 他没有错 他们相信 是三位一体当中的 圣灵 他们不是错 就是说 会太偏的时候 我们可能 如果能的话 我们可能帮助他们 就是在三位一体的 神当中来 去寻找 这个相对平衡的信仰 永远不可能 是平衡和完全 那如果我们看到 就是说 有这些 灵恩派的 这个弟兄姐妹 他们真的 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表达 感受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都能接受 因为我相信神 让我们每一个人 经历神的 这个过程 可能是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都在一个教会 我们都是福音派的 也都是不一样 不仅仅说是 灵恩派不一样 每个人可能 都是不一样 所以对圣灵的理解 就是说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灵 摸不到看不到 但是它跟圣父圣子 圣经的 所有一起的工作 是不矛盾 也不会让我们 昏掉 不会让我们觉得 怎么怎么 不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圣灵给我们带来的 应该是有平安 有时候是管教 有时候是督则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 当我们想到 圣灵的功课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 三位一体的 这个框架里去思考 不要单独的去 走到一个方向上 那就是会有时 就是在信仰上 我们就很容易 更容易走的偏颇了 所以这是我的 我对圣灵的 圣父圣子圣灵的 这个理解 我也希望我们 就不要 把圣灵的带领 或者圣灵的表达 想得那么样的 就觉得 有时候我们确实 对某些人 在圣灵 在灵恩里面的表达 是挺难接受的 但是也许那就是 神给他的带领 我们也都带着 开放的态度 不过呢 就是如果 这个人 被圣灵所带领的 这个 所发的信息 或者是他们的表达 已经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不安 我们也要有一个 敏锐度 因为我们在里面的 圣灵会提醒我们 面对有些时候 我们的不安 也是我们的圣灵 给我们的提醒 那我们要知道 可能我们用 用祷告啊 我们用这个 就是更符合这个 圣经真理的 这个思考 来思考这个圣灵的工作 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主 对 感谢这个 丁老师分享 昨天碰到一个弟兄在聊 他在这个神圈念书 他说这个 老师们呢 给他 给他一本 有关灵恩派的书 哇 他读了这 高兴的要命 从头到尾都觉得说 这个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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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老师的homework是说 这本书的问题 出在哪里 他说这么好 这么好 哪会出问题呢 当然就当下去 仔细思想 那后我就跟他 打个比方 就说我们假如说 买了玫瑰花的种子 种下去 灌溉 浇水 长一个玫瑰花 那看到这个玫瑰花 是结果 玫瑰花是结果 是整个的过程的结果 那可是 你如果把这个结果 当作目的的话 哇 我要搞一个这么漂亮的花 你忘记 它要经过整个的过程 就搞出一个 人造的玫瑰花 人造的玫瑰花 跟这个神造的花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结果不能当作目的 因为你当作目的 你的方法 你的过程 就会 因为这个错误的目的 开始做错误的 这个journey 这journey错了 神就不能get involved 这个是 不想的 那我们提到圣灵 最常提到三件事情 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浇灌 其实 英文就是 the well inside 内住 充满 是他 full of Holy Spirit 浇灌 当然是 fill up with Holy Spirit 或者说 Holy Spirit power down 内住 当然是 圣灵要采取 主动权 住进来 充满 是full up 就是说 我们让圣灵 来掌管我们 这叫充满 be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就是被 被充满 或者被浇灌 这个是圣灵 才是主动 我们不能说 圣灵啊 你来这个充满我 你来 你来 你来浇灌我 你来填满我 这个变成说 我们是主人 圣灵是仆人 所有的基督徒 很多的基督徒 都有这个 臭物的观念 就是 神是仆人 要来侍奉我 要来祝福我 要来 给我好处 所以我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来 找我的这个主人 找我这个仆人 不是主人 所以你 这个诗歌里头 充满了这样的词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 哎呀 我悲伤的时候 他来安慰我 我痛苦的时候 他来解救我 我这个时候 他来 我那个时候 他来 他祝福我 他给我 给我好多好处 都是我 所以诗歌里头 充满了自我 都很少神的荣耀 对不对 所以这个灵恩派 偶尔也会有些人 有问题 就是说 我要享受 这个圣灵的过程 所以啊 圣灵 你来充满我 你来填满我 你来浇灌我 可这个浇灌填满 是圣灵来控制 不是自己 可以控制 所以圣灵是 经由神的大能 以基督的恩典 住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舍己 顺服与祥福 读经 打告与事奉 让圣灵掌管 我们就会被 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这也叫 Full up Holy Spirit 中文文章翻译成 满有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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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是我们主动 我们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让圣灵来主管我们 不让罪信来掌管我们 OK 这个是 我们是主动 那圣灵也会 浇灌或填满基督徒 但是可遇不可求 因为那圣灵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 那我经过两三次 有这种经验 这是圣灵的浇灌填满 英文就是 Be filled with Spirit Be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浇灌填满 是我们是被动 圣灵决定时间 地点 对象 彰显 祂的主权与大能 我们大家可以看几段 圣经的经文 就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说 最有美典的一件事情 就是 圣经里头 一句话都不错的 当我开始 想了解 圣灵的三个 内处充满浇灌 我就发现 真的 把所有几十句 有关圣灵的经文 找出来 没有一句 没有一句会互相违背 这个真的是 所以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绝对不出错 绝对不出错 第一个你看 耶稣被圣灵充满 这句话 不是说 feel whisper Holy Spirit 是 耶稣 full up Holy Spirit 因为耶稣里头有圣灵 所以他一直是 交给圣灵长官 所以他是满有圣灵 不要被圣灵充满 他是满有圣灵 full up Holy Spirit 从约旦河来 因为他满有圣灵 全部受圣灵控制 所以圣灵说 OK 我们到跨越去 你要收四十天魔鬼的试团 那主耶稣当然经圣灵 绝对不会听这个罪行 不行啊 我要这样 我要那个就不行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就觉得说 圣经每一句都是神的话 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 绝对不错 绝对不错 那另外一个经典也是 巴拉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 他满有圣灵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OK 这是他日积月累的功夫 降服 顺服的功夫 让圣灵掌管的功夫 所以他Full up Holy Spirit 满有圣灵 然后这个 使徒行载就很简单了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 就欢乐 这时候 那被翻译成 耶稣满有圣灵的喜乐 OK 说父啊 天地的主啊 不是 下面是OK 我感谢你 因为这样这些事像聪明 通达人就显了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 蛮有圣灵的喜乐 就是圣灵的果汁的原因 圣灵的果汁的原因 而下面呢 就是 使徒行上讲的 他们那时候 都被圣灵 浇灵填满 这个充满 跟那个充满有点一样 所以中文的解释 中文的翻译 是不太准确的 又被圣灵填满 跟浇灵 就Be-Full up Holy Spirit 然后他们就 开始说方言 他们就开始说方言 这个方言 就是别过的话 别过的话 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方言 有目的的 所以 圣灵填满跟浇灌 是有目的的 是神的荣耀 神的作为 神的大名 一切都是以神为目标 以神为目标 跟你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圣灵 浇灌跟填满 只是用人来彰显神的大名 然后呢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 冰到人的身上 那些奉割礼 和彼得同来的信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 这是Power on OK 这个也是浇灌 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 因为听见堂 说方言 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 称赞神为大 所以这也是圣灵要浇灌 要填满的目的 都是要用人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大名 所以假如灵恩派 叫圣灵来填满我 这已经粉末倒置了 这粉末倒置了 填满我的目的是 平安喜乐 很爽很愉快 你都不知道这多好 变成我是自主 我是主人 我是最大 那这个已经失去了 圣灵浇灌 跟内住的目的 也是失去了 这个方言的目的 所以神代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治理式的 说方言的 所以这里讲了八个 圣灵的恩赐 说方言是最后最小的一个恩赐 最后最小的一个恩赐 那如果灵恩派把这个方言 是当作最重要最大的恩赐 这是错误 完全错误的 那保罗也说方言 但是保罗说我不要 我尽量不享受方言 可是要重要的几句话呢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方言走过 方言在圣地里头 讲的都是不同地方的语言 圣灵浇灌下所彰显的大 好 这个是方言 那我一两个牧师也是这样 去什么墨西哥讲道 他不会讲这个西班牙话 突然西班牙话出来了 讲道的话 这个国内有个刘勇牧师 也是一样 他也是突然可以广东话 把一篇道讲的 他不会讲广东话 所以照着圣经讲 保罗所说的方言 应当是不同地方的语言 不是那个别人听不懂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不知所云的那种声音 OK 所以要有人翻译 圣经从来没有人提到方言 是一种属天的言语 OK 不是说人 就是从来没有提到方言 是一种属天的言语 怎么会有人把它变成一个 属天的言语 我不知道 这个我们圣经里头 我找不到 你如果找到跟我讲 一些基督是自己诠释出来 没有任何证据 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 不是最大的恩赐 全然释放 全然忘我的境界 确实会发出不知所云的声音 这个有可能 但是与圣灵的恩赐 和属天的语言 应当是两回事 应当是两回事 圣灵的恩赐 应当是讲不同的语言 那你在那边发出声音来 就是说你都忘我了 然后滴滴嘎嘎 高兴地叫得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个是有可能 OK 可是这个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语言 所有的恩赐都是建立神的国度 造就人的能力 不知所云的怪声音 不能建立神的国度 造就人 老是有让一些人感觉恐怖 感觉混乱 强迫自己发出不知所云的声音 确实以和尚念这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一举同工之妙 为什么 因为浑然忘我 欲望以情感全然丢下 脑子全然真空 这个叫练 道家的练灵也是这样练 这个佛家的这个 就跟灵结合也是这样 那这个我觉得 福音派这种不知所云的声音 也是类似 OK 是有它的道理 是有它的道理 就是你把你的魂 你把你的体拿掉了 只剩下你了 那我是偶尔 在读圣经的时候 会有这种 不是偶尔啦 反正读圣经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 非常平安这个喜乐的感觉 可是我不需要说 嘴巴发出这个 不知所云的声音 那确实 这科学也证据 他们把一个牧师 说方言的牧师 推到这个MRI的脑波 脑波显示器里头 然后这个 牧师马上就说 好 我开始说方言了 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方言一张是 在圣灵的填满感动下说的 他马上就把圣灵叫来说 我开始说方言 就显然不是圣灵的工作 是他自己的工作 那他就嘀嘎嘎 开始讲方言 然后这个脑波器 也确实显示 脑波就停止 脑子就很少在动 基本上就是一个 属灵的能力出来 不叫属灵的能力 它跟灵的感觉比较近 因为他没有体 没有魂的话 没有欲望 没有思想 那就是跟灵比较近 但是这个跟属灵的成熟度 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蛮有圣灵 跟你自己讲一些 不知所谓的声音 想感受这个灵的感觉 这个是完全两个事 就像我刚才讲的是 这个因果导致了 那圣灵的果子给我们平安喜乐 那平安喜乐 不是我们追求真理的目的 圣灵的目的是叫我们成圣 荣耀神 不是让我们在那边爽 不是让我们在那边爽 那有个老牧师 确实有个老牧师 余利公老牧师 非常替神摆上 几十年 我就问他说 牧师你讲过方言没有 他说有过这个经验 他在树下读经祷告的时候 突然圣灵takeover 圣灵掌管 发出一个好像是 属灵的轻音 非常美好 非常好听的声音 这是他的经验 这是他自己与神亲密关系的经验 他说他完全不需要提出来 你不问我不会告诉你 这是自己跟神在一起的 这跟这个建立神的国度 没有关系的 他就会搞得很混乱 有的人去灵恩派那时候会害怕 我去过灵恩派那个聚会 又笨又跳 你就知道是 我讲的不客气点 就是邪灵产生了 邪灵产生了 邪灵控制它了 因为你把自己倒空的话 邪灵很容易攻击 那我也碰过这种类似的 听过这种类似 一天当然追求这个灵 追求灵的 后来邪灵就进来 你要追求我来了 那圣灵不是你叫来就可以来的 邪灵你要叫他就可以来的 他很喜欢来住在你里面 跟你找麻烦 所以不要把自己 随便知道 就是求这个属灵的爽快 不要这样 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圣灵的追求 就是杂杂实实 圣经的教导 读经祷告 事奉 然后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全然的伟生 OK 这个就是圣灵 蛮有圣灵的结果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是不是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Coco 我们有问题吗 还是上礼拜之前还有需要吗 有问题看到了 老师们 谢谢蒋明老师 讲得太好了 我也觉得就是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是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凡事都要查验 有几位老师在这里 跟我们讲清楚 我们觉得真是要查验 我们每一次的圣灵的感动 谢谢蒋明老师 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 也不好讲 因为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迷惑 所以非常感谢蒋明老师 指点迷津 还有观众就是的评论 就是说 在台湾道教 赞同也有人说天语 似乎很类似 希望以后在这方面有 可以讲这方面的题材 那今天暂时没有问题 我想找一找上一次 我们曾经有的一些问题 请老师们解答一下 有个问题 他是说中国疫情以来的风控 非常超越底线 共产党的领导让人大失所望 请问如何为中国祷告 感谢主啊 也这个弟兄姐妹 这个心 我觉得说就是照顾圣经嘛 希望神的国降临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的祷告 那然后就是 自己尾声的祷告 就是说 神啊 我能够为这件事做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自己该做要 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这个 整个世界的局势 都在神的这个掌控中间 像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这么多人死亡 这么多人离家被窃 那这在神的掌控之间 我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撒旦一定要攻击这个世界 神也要震动这个世界 神的目的震动世界 是要大家归向他 那那些不信的人 我是不知道 圣经里也没有讲 但是我觉得说 在一个天国的世界里 他们会得到安慰 会得到偶尚的 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时空的世界 是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一个天国的世界 像很多的小孩 降生在不幸的家庭中 被残暴 然后被杀害 那我们当然都觉得 很不公平 但是因为主耶稣跟神 掌管一个属灵的世界 所以他们在那属灵的世界 得到最美好的报仇 最美好的永生 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很不公平 但是从永恒的世界里来看 神是很公平 是很公平 这是我的看法 李牧师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想 我们 圣经里面 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怎么为 中国 还是美国 还是任何 你住在的国家 还是这个世界各样的 就是为执政的 掌权的祷告 就是你赞同他 还是不赞同他 我们还是为他祷告 愿意神能够主管 主导他的心思意念 愿意神能够得到 他的身心灵 为着我们的掌权的 执政的祷告 然后 我刚刚有在讲 听到吗 现在也听到 刚刚没听到是吗 这段了十秒钟 我刚刚说为掌权的 有听到吗 有 好的 好的 所以为掌权的人来祷告 然后为整个国家祷告 就是我们每年 美国的祷告日 每年的五月份 第一个礼拜四 都用这个经文来祷告 也希望用这个为我们中国祷告 历代至下 七章十四节 刚讲 林老师说 从我们自己也要 回改 我们又为整个国家来 回改 他们所做的 对的 不对的 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在美国 在美国 加拿大 不同的国家 来祷告 谢谢 谢谢 阿里拿回声音乐